在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 中共的权力核心 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高达65.1岁 是20年来最高值 这也就意味着在五年的任期结束后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超过70岁面临退休 只有极少数几个在年龄上具备优势的人 仕途上有再进一步的可能性 他们是谁 接班习近平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 可以说既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的是 习近平彻底清洗了党内的其他派系 除了他之外的六个常委 清一色都是他的马仔 意料之外的是 这六个人的年纪都明显偏大 如果参考之前中共选择储君的年龄段 显然他们都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中共在邓小平之后 江泽民接班是63岁 胡锦涛是60岁 习近平自己是59岁 而这届政治局常委中 年纪最大的王沪宁已经68岁 年纪最小的丁薛祥也已经61岁 等干完这一届 他们显然都太老了 何况这一届之后 习近平未必会退休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布局 他中意的接班人又可能是谁呢 说起中共接班人的选择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要说清楚这个范围 我就要给大家先普及一下 中共的高层权力架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权力核心 真正的赵家人是哪些人 中共党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 是五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会选出200个人左右的中央委员会 这里我以中共的二十大为例 这一届是205个中央委员 我们日常在口语中常说的党中央 其实就是指这个委员会 能够进中央委员会的 基本都是各地的封疆大力 和实权部门的一把手 一般最低都是正部级 是跨入中共权力核心的第一步 到这里就可以称为赵家人了 但是这个所谓的中央的圈子 还不是核心圈子 这200个中央委员会 还会选举产生24个人 或者25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进入政治局的人 就可以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就跨入了副国级 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后 还要再从这24个人中 再选举产生7个常委 以及党的总书记 这就是最顶层的圈子了 比中央政治局稍低一等的 还有一个叫做中央书记处的机构 它也是和政治局同时选举产生的 大概是6到7个人左右 它实际的功能就是政治局的办公机构 政治局常委们的助手 所以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也是非常重要的 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一样 可以说是跨入政治局的重要门票 当然我们知道中共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些高层人选的产生 其实都是事先就定好的 所谓的党内的选举 只是让党代表走个过场而已 实际上你没得选 明白了中共的高层权力架构之后 大家可能就清晰了 如果一个中共的官员 要爬上最顶层 要一层层的越过那些关键的门槛 唯一一个比较例外的是江泽民 因为他是突然从上海市委书记 上调为总书记 直接当上总书记相当于年升三级 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邓小平在无人可用的特殊情况下指定的 大部分时候 中共的党内晋升 基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了解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大概清楚 能有资格接班的人 基本就是在中央委员 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个圈子里面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中共从诞生以来 就是个派系伶俐的政党 习近平上台后 挖空心思用尽手段 打倒了实力强大的团派和江派 终于实现了习家军一家独大 从二十大政治局 二十四个人的组成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清一色的习家军 中共这个百年政党 已经完全信习了 但是任何派系 他都不是铁板一块 习家军垄断权力之下 他其实在内部 根据来源的不同 也是分出了很多派系的 而且这些派系之间 明争暗斗也不少 只不过他们都把习近平 当作共同的教主罢了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习家军的派系和主要成员 目前习家军有六大派系 第一个派系是滋江新军 也就是浙江帮 滋江是前唐江的别称 习近平曾经在2002年到2007年 在浙江主政五年 这个派系都是他当年的部下 代表人物有现在的总理李强 他是当年习近平的大秘 浙江省委秘书长 现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明尔 他是当年浙江省委的宣传部部长 现任的上海市市长龚正 他是当年浙江省副省长 第二个派系是闽江新军 也就是福建帮 习近平在1988年到2002年都在福建 整整混了15年 所以这个帮派的人数是最多的 代表人物有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 他当年是福建省委办公厅的副主任 现任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习近平在厦门当副市长的时候 他是财政局局长 现任的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是当时福州市的公安局长 还有现任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他是来自福建龙岩 也和习近平当年长期共事 第三个派系是浦江新军 也就是上海帮 习近平在2007年曾经短暂的担任 上海市委书记七个月 所以然在上海也有一点根基 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有 丁薛祥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他是原来的上海市委秘书长 还有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应勇 贵州省委书记徐宁等等 他们都是从上海出来的 第四个派系是同窗 雇友 还有党校下属 也就是习近平的老同学 发小以及他当中央党校校长时候的下属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比如王岐山 他是习近平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候的死党 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石泰峰 中宣部部长李书磊 都是习近平在当中央党校校长时候的直接下属 第五个派系就是西北邦 习近平是陕西人 他老爸习仲勋又是从陕北起家的 所以他也提拔了很多从陕西出来的官员 比如赵乐际 栗战书 他们都当过陕西省委书记 再比如今年提拔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他也是从陕西的官场里面混出来的 第六个派系就是技术官僚 就是从专业知识分子中提拔的群体 这个派系是习家军的后起之秀 而且大有后来居上的这种态势 就包括现在的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他是航空专家 曾经担任中国航天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工程总指挥 还有袁家军 他也是航天专家 现任的重庆市委书记 承认神州飞船的总指挥 还有李干杰 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核物理专家 他曾经是核安全工程师 还有陈吉林 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 环保专家 承认清华大学校长等等 说完了习家军的派系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习近平目前最看重的是哪些人呢 可以肯定的说 中共的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中 没有习近平的接班人 因为最年轻的丁薛祥也已经61岁了 干完这一届 全部都是65岁以上的老家伙了 最多也就是留任 像丁薛祥 他现在是副总理 下一届有可能会接替李强当总理 但是干完也已经70岁了 没有可能登顶了 我上一集视频中说过 中共高层他有七上八下的老规矩 68岁以上退休67岁以下留任或者提拔 习近平在清洗团派江派的时候 虽然是打破了这个规矩 但是他在对待自己人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时候又执行了这个规矩 比如这一届的常委赵乐际 王滬林 蔡奇 李希 都是卡着67岁以下的门槛 刚好留任 而上一两届的常委 栗战书 王岐山 韩正 都是按照68岁以上退休的规矩 退居二线 所以习近平将来的接班人 只能是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中 而且根据习近平可能至少还要干两届的情况来看 潜在的接班人不会太老 炮砖引玉我个人认为目前有四个人选 从年龄和职务的重要程度上来说 有可能是习近平潜在的接班人 他们分别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 今年59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今年6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 今年59岁 中央委员北京市长 英勇 今年54岁 陈吉林是四个人中学历最高的 他是辽宁营口人 1964年出生 本科以及研究生都是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学习成绩非常突出 他当年是清华首届陶宝凯奖学金的唯一获得者 他在1988年被公派赴英国留学 1992年获得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的博士 此后他就留在英国继续进行博士后的研究 成为了帝国理工学院的助理研究员 他的老婆也是清华毕业的 而且也在英国的帝国理工读博士 可以说是学霸夫妻档 毫不含糊地说 陈吉林的学术生涯是标准的精英路线 非常过硬 是真博士真专家 所以1998年 清华大学千方百计徐以高官厚禄 把他从英国给挖回来 当了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系主任 后来又逐步提拔 2012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当年48岁 是1949年以来 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校长 他当校长的时候还能保持一点学者的本色 学生经常看见他骑单车 在清华的校园中穿行 2015年 51岁的陈吉林被他的校友 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希 看重 跨界提拔为环保部部长 当年著名的记者财静 拍摄了一部环保纪录片 苍穷之下 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当时刚上任的陈吉林向媒体表示 他要感谢财静 唤起了大家对环保的重视 但是等到中宣部宣布对财静封杀之后 陈吉林也很实相 马上就闭嘴了 再也不谈这个事了 2017年5月 刚当了两年部长的陈吉林又再进一步 接替蔡奇出任北京市市长 中央委员 成了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 从政仅仅五年 就从一个大学校长成了最重要的首都的市长 纵观之前的北京市长 蔡奇王安顺 郭金龙 王岐山 孟学龙等等 没有一个人低于25年以上的政坛历练 而陈吉林从象牙塔里面的学者到地方的诸侯 只用了五年 这种速度说是火箭恐怕都不贴切了 只能说是光束提拔了 是黑得不能再黑的大黑马了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 58岁的陈吉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晋升副国籍 几天后 陈吉林又出人意料的 战胜了诸多习家军的竞争者 接替李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几乎让所有的评论家都大呼意外 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历任上海市委书记 都是顶层权位的有力竞争者 除了意外倒台的这个陈良宇之外 登上郑国籍的位置 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无一例外 所以陈吉林被习近平 放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 可见对他的看重 这也是陈吉林 为什么现在普遍被外界看好的原因 但是 为什么习近平会破格重用一个书生呢 这其实都要归功于习近平的铁杆盟友 上一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他和习近平都是清华毕业的 所以任内向习近平举荐了大量清华系的知识分子 除了陈吉林 还有李干杰和英勇 出生在1964年的李干杰是湖南长沙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学习核反应堆工程专业 1989年李干杰研究生毕业后 任国家核安全局的助理工程师 还曾经去法国进修过 也算是有牛羊的经历 此后他就在核安全局一路晋升 2006年任核安全局的局长 同时还兼任环保部的副部长 但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李干杰的仕途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 一干就是十年 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2016年作为清华系的李干杰 被李希推荐给习近平 得到了提拔重用 空降河北当省委副书记 2017年拥有接替高僧的陈吉林 担任环保部的部长中央委员 2020年下放到山东出任省长省委书记 成了封疆大力 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 57岁的李干杰 一举称为政治局委员 同时接替李希 成了中组部部长 正式步入了权力核心 1969年出生的英勇 今年只有54岁 是中共二十大中央委员中 最年轻的一个 堪称希望之心 他是湖北武汉人 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因为成绩突出 本科毕业之后 就被推荐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跳过硕士 直接读博士 跟央行的原行长周小川 师出同门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基于时间分行 和稳定分布的证券定价和投资管理 听起来有点装逼啊 可见他确实是专业研究金融的 1997年英勇博士毕业后 就被分配到国家外汇管理局 在这里逐步提拔 2002年担任副师长 2007年担任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的主任 还曾经在2001年被派到新加坡 担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专门负责对外投资 在外汇管理局苦熬了十几年之后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 英勇作为清华系也开始迎来了曙光 2015年的8月 他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助手 2016年更进一步 被任命为央行的副行长 当时英勇只有46岁 也是1949年后 中国最年轻的央行副行长 2018年1月英勇出任北京市的副市长 2022年又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同年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随后他就接替陈吉林出任北京市长 正式晋升正部级 北京市市长这个位置 他不同于一般 他往往是高层着力培养的官员的一个跳板 刚才说的陈吉林是这样 英勇他也应该是这样 可以预计他在未来的几年 很可能会再次提拔 英勇陈吉林李干杰这三个人 可以说是目前习家军中最耀眼的清华系代表 全部都安插在重要的实权职位 又有巨大的年龄优势 可以说是目前习家军中最有希望的派系 四个接班人中唯一不出自清华的就是袁家军 他是1962年出生 吉林通话人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专业是固体力学 研究生产是在航天工业部五院 读的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 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专业人才 他也有短暂的流洋经历 1989年曾经去德国进修过 袁家军的仕途起步是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基本是和火箭设计相关的专业岗位 直到1995年担任了神舟一号飞船的系统副总指挥 他的老上级神舟飞船的总指挥马兴瑞 在得到习近平赏识被提拔之后 作为副手的袁家军也沾了光 跟着他一路高升 2007年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 同时在中共时期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虽然是个候补委员 但是也算是摸到了中央的门槛 2012年开始 袁家军空降临下 开始在地方任职 真正的突破是在2014年 他被习近平看上 提拔到习近平的老挝之一浙江 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成为当时的省长如今的总理李强的副手 2017年袁家军当上中央委员 2020年又成为封江大力 出任浙江省委书记 2022年60岁的袁家军 在二十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 同时接替习近平的心腹陈敏尔 出任重庆市委书记 虽然重庆这个地方 从薄熙来孙政才之后 历来风水都不怎么样 但是目前看来 袁家军的仕途 依然有进步空间 大家看到我的介绍 可能就会有疑问 这四个人从履历上来看 都是从政经验 比较浅的专业知识分子 习近平为什么会重用他们 从职位安排上来说 甚至超过了他曾经最看重的浙江帮 福建帮呢 这里呢 我就要说一说习近平的帝王术了 习近平虽然是号称烂尾帝 在治国理政方面 一塌糊涂 但是他在玩弄权术方面 确实是有一套 这一点他明显是学习了毛泽东 简要的说 他对于自己手底下的这些派系 既倚重又低防 为了避免一家独大 在他当政的前后期 用人的思路上是有明显的不同 在中共十九大 也就是2017年前 习近平他还没有完全的 扳倒团派和江派 所以他更倚重自己的浙江福建帮 这些在政坛上已经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 能够更好地贯彻他高度集权的思路 形成派系的合力 但是在十九大之后 他已经确立了一尊体系 完全把控了高层的人事决策权力 习近平为了避免某个派系 数大更生 伟大不掉 明显学习了毛泽东的除旧迎新的做法 最明显的就是王岐山 虽然在任内为习近平当刀把子 干脏活泪活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是当发现王岐山有点功高震主之后 习近平毫不留情的弃用 帝王术的核心 就是没有所谓的朋友 都是家卢 用不用力要看皇帝的需要 不存在所谓的勤奋 所以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 开始大力提拔来自其他渠道的官员 分散权力 让他们之间互相牵制 防止一家做大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陕西帮 党校帮以及技术官僚 尤其是技术官僚 这几年崛起速度之快 让人非常意外 像原家军陈吉林英勇这些人 提拔的速度堪称火箭 而原来外界普遍看好的 陈明尔这些老心腹 混了半天还在天津市委书记 这种不重要的位置上蹉跎 其实从年龄和职务的安排上来看 早就已经被习近平放弃 不可能是接班人 那么为什么没有文化的习近平 这几年如此看重 有文化的技术官僚呢 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 习近平上任之后 力推所谓的登月计划 中国制造2025 军民融合 芯片大跃进等等 国家层面的计划 这些东西他也是知道的 光靠他原来那些 只会溜须拍马的老部下 是干不了也干不成的 那些人玩弄权力斗争 很在行 但是搞科技要发展 绝对不行 尤其是2018年中美关系恶化之后 中共在科技创新层面 遭到重创 被美国联手西方和亚洲的盟友 围堵和制裁 习近平的各种大政方针 举步维艰 他必须也只能依靠那些 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 技术官僚 来替他完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就是这些出身专业领域和象牙塔里面的知识分子 他们从政的根基很薄弱 那些一直在政坛上混着浙江帮 福建帮 上海帮 陕西帮 基本都已经有自己的圈子和势力了 盘根错节 非常复杂 而这些专业的知识分子 他们没有自己的势力 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提拔他们的习近平 这一点就像文革后期 毛泽东大力提拔毛远新 张春桥 王宏文这些文革新贵一样 这些人离开了毛泽东 什么都不是 绝对不可能抱团造反 用起来最放心 所以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习近平在定于一尊之后 在用人思路上明显开始 抛弃老人 重用新人 完成习家军的更新换代 这也有利于他巩固自己的长期统治 当然啊 我说这几个人有接班的希望 但不等于他们就一定能够接班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习近平今年已经70岁了 干完这一届到2027年 中共21大的时候 他就74岁了 对于已经打破中共 诸多权力规则的习近平来说 不在乎多打破几次 所以啊 即便到了74岁 如果中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话 他依然有可能再干一届 也就是到2032年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四个人 恐怕只有一个英勇 还有一点点登顶的希望 而且对于极权体系下的独裁者来说 储君这个话题始终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储君这个位置 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别人对于最高权力是渴望不可及 只有储君是渴望又可及 因为他夺权有法理上的正统性 古代的例子咱们就不说了 就说中共建国后的储君 刘少奇林彪先后被毛泽东提拔 然后又废掉 尸骨无存 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邓小平提拔 然后又废掉 郁郁而终 中共唯一实现权力正常有序更替的 就是六四事件之后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在20年而已 而现在 随着习近平的登基 这种正常的更替 又走回了老路 我们之所以今天在这里讨论 猜测习近平可能的接班人 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 不想让别人看出谁是他的接班人 从他19大20大的常委人选安排上 都是老人家 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他是一个年轻的都不安排 就是明确的向党内宣告 我想干到什么时候 我说了算 你们都不要有非分之想 所以如果习近平再干十年 那么我说的这四个人 最多也就是能争夺一下总理的位置 这其中希望最大的是陈吉林 从目前的趋势看 他有可能在下一届和丁薛祥竞争总理 如果习近平选择当终生皇帝 那么这些人通通没有希望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 就像毛泽东的晚年一样 打倒了党内所有有实力的对手 但是也把国家搞得一地鸡毛 面临崩溃 最后只能选择一个根基很浅 不能服众的老好人 化国风来收拾残局 到那个时候 习近平还能不能平安的躺进八宝山 那恐怕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我甚至认为 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像现在这么恶化下去 那么恐怕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人 都等不到和平交接的那天 因为人民目前对他最大的希望 就是北京眉山上的那颗歪脖指数 好 感谢你说看今天的二元故事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